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男人 只因家里的地方太小 却又想要拥有一个无人打扰的工作室 男人竟突发奇想 把自己的目光描向了楼梯下面的这处空间 准备把这里给拆掉后进行重装 打造出一间独属于自己的两平米的工作室来 男人先是拆除木架后走上去感受了一份 感觉到结构没有那么稳固后 男人便又加工出了一些木板材料 准备沿着楼梯的底部加固上一份 等加固好后 紧接着男人又用电钻打上一些孔洞 穿入电线形成一条工作室的线路 狭小的空间也是让男人累得够降 但男人也只是稍事休息后 便又抱来一块石膏板 开始用石膏板切割起了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等切割好后 就可以一块块的固定在工作室的侧墙上 需要流动的位置 男人也会进行再次的切割 如此再在楼梯的底板上刷上一层油漆 以提升整个空间的质感就可以了 当然 如此狭小的空间 室内通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男人先是在一侧的墙体上切割出一个圆孔 然后再嵌入套筒 并安装上风机后 就可以在室内对应的位置上 也切割出一个圆孔 再连通上通风管道就可以了 在这之后 再给侧墙以及地板涂刷上一层厚重的黑色油漆 就可以在等待油漆风干的过程中 再加工出一些不同形状的板材结构了 至此就可以在板材的上面 安装上四根可滑动的轨道 然后再在工作室内对应的地面位置上 钻集出一排排的孔洞 并用工具将尘土给清理干净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些孔洞安装滑轨了 这个过程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男人一通忙活下来 最后也是浑身酸痛地躺在了地上 好在一个可自由伸缩滑动的木板结构 此刻已经完全地制作好了 接下来男人又在滑板的上面 固定上了一个木质的靠背 并在靠背的背面 安装上了一个回弹的装置 如此一个让男人心念已久的工作室 躺椅便出具一番模样了 不过为了工作起来 能够更加的舒适 男人紧接着又加工出了一个三角形的模块 安装在了自己弯曲后的腿部下方 等这些都处理好后 就可以对工作室内的裸露表面进行包边处理了 以使工作室的里外都能更加的具有质感 此外 对于一个个人工作室来说 一扇可以隔绝外部喧闹 让自己能够专心工作的大门 绝对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男人在处理这一步时也是格外的用心 一丝不苟地将整个建造工作 给快速地向前推进着 很快一个简约漂亮的工作室大门 就被男人给安装了上去 接下来就可以在工作室的侧墙上安装上一些隔板 并用木板棉花以及皮料制作出一个舒适的靠背和腿垫 对座椅进行更加细致的升级了 对于眼前的建造成果 此时赶过来的妻子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得不说 这样的男人也着实是太厉害了 可以的话 请您为男人点上一个免费的爱心支持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了 随着楼梯底部的电脑桌板 以及三角大门最后一步的优化到位 男人也终于是要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无人打扰的工作室了 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成品效果 满分十分您又会打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 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只因居所的附近连一个可以直接过河的设施都没有 为了每天在家门口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到对岸 女人没有过多犹豫 便直接撸起袖子在河岸边忙活了起来 准备趁着这段时间家里比较清闲 独自在这里修建起一座直通两岸的竹木桥来 好方便自己日常的通行 只见女人在清理掉河岸边的一些杂草后 又经过一阵阵写写画画 确定好了具体的搭桥方案后 便开始拿着砍刀在附近砍伐起了合适的竹木 等收集好后便可以切割出一些长竹筒 再加工出不同长度的竹条和竹片出来 如此就可以将切割好的竹条 一根根的插在岸边不远处的泥土地里 带其围绕成一个圆圈后 再过柴上一圈圈的竹片 直至用竹片将其全部缠满 至此一个完全用竹材制作出的圆柱圈模 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接下来就可以在对岸用石头铺上一层地基 将其摆放在上面了 等第二个圆柱圈模也如此的制作并摆放好后 就可以在河道里拾捡起一块块石头 先往圈模的里面扔上几块 然后就可以继续切割起地上的竹筒 准备制作起几个喇叭形的竹编出来了 这些编制好的喇叭结构 会被女人一个个的树立的放置在圈模的里面 每个圈模的里面都需要树立上两根 然后再用石块一点点的将圈模的内部 以及喇叭结构的里面给全部填满 如此一番操作过后 两个形状有点奇特的桥墩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女人会拿着一根竹筒 放置在两个桥墩的上面 然后经过现场的比对 用砍刀做上标记后 就可以根据做好的标记 对着河道上的一根树干 劈砍加工起来了 这一步就比较简单 只需将其劈砍出合适的长度后 再一根根的摆放在两根桥墩的上面就可以了 至此桥体的纵向支撑就有了 接下来还需用竹筒切割出一根根短点的竹筒 然后在一根挨着一根的在树干的上面摆放起来 不过在这之前 还需对树干的上面进行一番劈砍 一使竹筒能够更好的摆放 等摆放好后 就可以处理桥头一端与地面的连接部分了 这一步也比较简单 相信大伙一看就明白了 等所有的竹筒全都摆放到位 女人又在斜跨的部分放置了两根竹片 开始用铁丝对着竹筒进行起了压边绑砸处理 这样等所有的竹筒全部压边绑砸好 一个十分稳固的桥板就制作好了 考虑到上下河岸斜坡的出行安全 女人接下来还打算在河岸 便用水泥石块砌住起一段踏步台阶来 只见女人在推来一袋水泥后 便开始用锄头对斜坡进行起了开挖 将斜坡弄成了一个个的台阶出来 等这些全都处理好 再从河流里挑解些石块 就可以搅拌起水泥 在台阶上弃住起来了 怎么样 这样的女人是不是很赞 可以的话 请您为女人点上一个免费的爱心支持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了 随着最后几步台阶的即将气柱完成 女人也终于是要有一个方便出行的竹木桥了 怎么样 对于女人修建的这个竹桥 满分十分 您又会打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